歡迎來到 KTESMAGIC YouTube channel, KTESMA 今天討論一下電影 是《蜜露人》昨晚17日上畫 晚上去看 看完 今集就討論一下 有些劇透的 亦都談多一個讚的 所謂讚的東西 先讚了劇本 劇本是相當值得尊重的 郭富城亦都 我經常說是 演員很多 譬如楊千華這套戲 他們做任何角色 無論是喜劇、悲劇、開心的 或者是仇人慘的 他們點演都是自己 經常說 郭富城以前的戲 套套戲裡面的角色 都是郭富城、郭天王、Air王 這次很好 這次終於感受不到 任何郭富城的影子 但由於技術上的設定 或者操控 都是各種敗筆的 挺失望的 當然劇本值得尊重 但拍攝的手法 或者方式技巧 都是很普通 甚至可以用 敗筆來形容 主要為何敗筆呢 他裡面有很多人物 他們每個人都自己有一個原因 是驅使他們 來了麥當勞 但就很無奈 電影說故事 你如何用鏡頭 去帶一個感覺 或者透過鏡頭運用 去引導一種感覺 給觀眾自己去感受 但這部電影沒有的 電影入門必修科目 第一名的就是 千萬不要用對白說出事情 他全部都是 背後的原因 都是透過對白說出來 而不是用畫面 或者用感覺 去呈現出來 其實他們很棒 他們這麼多人 互相可以用一些 去串連 然後巧妙地切入 或者帶出 但不是 而第三多戲份 就是固定軒 這個小男主角 幾乎長像戲 都跟著郭富城 鏡頭一開始 零秒的時候 就拍了一個 舊式屋邨 有個天井 然後幾個鏡頭 就輾轉進了某一個單位 屋邨是超舊的屋邨 裡面很小 固定軒是獨L 只是打機 機不離手 某一天 那個場景就發生 那就煞氣 煞氣 二話不說 就撿東西 就撿了 其實我當時一看 不是這樣的 然後整套戲很平的 一直都是平不平 有些結構就是平不重要的 很多 平不平 他會假裝一下 假裝一下 假裝一下 有個計時器 5至10分鐘就會出一個大效果 就保證你不會睡著 這套 睡不睡著 不知道 我就沒有睡著 這套戲是平到到最後 直至到郭富城搭車回家 才有一個感動位 如果你說把戲分十段 其實萬子良那裡也有一個小爆發 但那裡應該是去到第六段 如果你把戲分十段 好後才有一些效果出來 這個固定軒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他出走了之後 竟然第二個場景就拍著他 已經是去到一個隧道 已經是扎了營 心想 大哥 讀L 你是不是有沒有去 資料搜集的 心理邏輯 第一個住宅 怎麼會走到隧道 跟路宿者一起抹著扎營 不可能 他不怕 最諷刺就是 他不怕才去隧道扎營 但更多是 編排的技巧是敗筆 他要安排在隧道遇到郭富城 其實不用說真的 你說不怕 他不怕 但其實讀L 我覺得是會害怕 然後有個衝突 然後郭富城 就說 小孩 你不怕嗎 昨晚有人被老鼠咬死了 就是你這個位 這個小孩就害怕 幾衝突 然後我始終覺得 一個機不離手的打機的少年 他出走了 我一二話不說 第一個住宅點 就是落麥當勞 那你就在麥當勞的場景打機 當時這個小孩的心理背景 就是他已經和家裡鬧出來了 裡面已經是燥底 又是打機 然後打機 在讀L的世界 他過一局是比世界任何重要的事情 首先他操底 然後打輸了 就假裝砍手機 那部手機 就可以假裝下去的時候 然後場景一轉 就變成了家 那部機就掉下去 掉到地上 然後就拍著他家 他又不是和老母殺氣 而是和另一個人殺氣 就拍著那個 把他的機放下去 然後也不用拍他撿東西走 那一刻 根本那一刻已經夠 然後他很生氣 情緒相當複雜 這樣就吸引了阿博過來 而阿博又不知為何 這個人物設定就是 他不知為何會很喜歡幫人 就沒有解釋到 他為何會很喜歡幫人 他有一個場景就是 我想有五十至一百張 一千塊 他有一個宴會派 他是主角 每人一張都派 他是那些人 那你為何又會變成了一個 這麼喜歡幫人的人 又完全沒有交代 也完全沒有交代 一來就已經是一個 曾經叱渣風雲的金門財進 現在便撩倒在麥當勞 那便經常去幫人 完全沒有解釋 那個心理變化 為何會因何而形成這樣 我就覺得 不會這樣的 如果你是作為金門財進 所以人物設定那些 都是很多問題在裏面 看回故事 挺好的 他們就帶出了一些 我們正常是不會知道 不會體驗到的東西 譬如這裏 鞋子 就是他沒有飯開了 想辦法 他就在那些球鞋店等 很多買球鞋的客人 他會把原本那雙鞋不要 由那個球鞋店處理 那些球鞋店就丟了 他就撿完 撿完就翻身 然後就落攤檔賣 50元一隊 其實也很慘 他說 不用這麼厚度 買得這些鞋的 什麼人心照 不用對他們這麼好 這些情景我們是不知道 沒有體驗過 這裏挺好的 然後來到楊千華 剛才說了 他這裏是出場的 首先那個鏡頭 就是先聽到聲音 即是先聽到一把聲音 在那裏唱歌 唱一些舊歌 那把聲音聽起來 這麼陌生 不知道誰在唱 但是那個鏡頭 就像那些老歌的人唱 然後那個場景 慢慢切換到場景 再看到楊千華 然後那一刻 咦? 不是楊千華唱吧? 然後好像不是 聽起來不是 是他的聲音 那一刻的感覺很奇妙 楊千華的歌手 他做到 就是他用回楊千華的聲音 但是他轉一轉 推一推 就變成了一個很獨特的感覺 那一刻很棒 其後他在另一些場景 繼續唱歌 在廟街那些舊式的歌廳唱 其後也是唱了另一些歌 又是唱到另一種感覺 很棒 那既然他唱歌可以 為什麼 演戲是不行呢? 提起開場說 很多本地演員都是 他做任何角色 都是楊千華 都是ABC 都是XYZ 經常說到這一點 就是我經常稱讚 廖啟智 甚至廖啟智 做到已經 我想回憶一下 究竟廖啟智 是一個什麼人 我回憶不到 聯想不到廖啟智 真實是一個什麼人 因為他套套戲 都完全融入了那個角色 有時候不是演技 連聲音也是 他有很多種聲線變化 廖啟智真的是神 神級演員 比如 古老闆 古天樂 都是很努力去 朝著這個方向去進發 你現在看近年 古天樂的戲 都是 開始見不到的是古天樂 楊千華沒有 他唯一的不同 就是一個老了的楊千華 但是裡面 那個角色 都是楊千華 只不過是老了的楊千華 縱使他的演技 多麼努力去 演出來 我看到螢幕也是楊千華 可惜有待進步 剛才說 最諷刺的是 他唱歌可以扭到 同樣是楊千華的聲音 但是唱出來的感覺 你一度覺得 這麼奇妙的感覺 原來不是 是他唱的 原來可以這樣 很有趣 是演和唱 很努力 當然我們這些影評 可以說 做就由他們努力 今天 郭富城 最初還沒看 期待可以憑這部戲 一部劇本 挺好的 但是想不到 那個結構 或者 那個運用 那個電影說故事 那個技巧 原來是這麼低 重視已經是120分發揮 但是由於角色設定和帶動的各樣 所以是絕對贏不了太步 是正常的賽格 合理 如果你看完 你也覺得 郭富城 如果真的要拿一個實至名歸影帝 或者要去到真真正正影帝級別 雖然他拿了 搭血尋回 但是你說他要去距離真正 完全認可的那種影帝級演技 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雖然他已經擺脫到自己 然後他這部戲也是 有幾個位置也是運用得很差的 就是不停吸煙的 不停吸煙 但是整部戲完全沒有交代到那支煙 或者沒有借助那支煙去說一些故事 或者帶一些感覺出來 其實是可以的 是嗎? 甚至我一度期待他怎樣去切入回憶 因為他以前是金融財俊 他理論上一定要借一個位置回到以前有多威 或者為什麼因何落魄 首先他沒有交代到怎樣落魄 純粹也是用對白去說 就有一次在停車場幫忙抹車撞回以前的柴仔 柴仔已經飛黃騰達了 用對白去告訴觀眾 過副成就框公款 我覺得很失敗 唯一就是覺得 是不是兩個天皇天后的時間太貴 不夠時間拍這麼多東西 不夠時間試這麼多東西 拍完這個鏡頭可以 不是太差就收貨 當然我自己猜 不是說可以更好是完全不好的 然後我期待就是用一個什麼切入點回到當時的時光 看到他已經很刻意 長陽氣都煙不離手 亦真是爭取下去 然後還會玩一些煙霧的技巧 即是取得很大口 拿身體來搏 即是真的好像袁秋 在功夫那裡一口大煙扯下去 很厲害 那種 我就會覺得 既然你都不停用煙去交代 是不是可能 會用煙霧又一天 帶回那邊 那又不是的 又是用對白去說故事 於是乎回憶回那裡 其實你已經交代了 你的煙仔一直煙不離口 你生癌症也是一樣的 他分別用了三個畫面 就交代郭富城好像有些異樣了 第一次我胸口拿著 第二次又胸口拿著 第三次又胸口拿著 然後第四次就裝慣了 我覺得那三次也是太明顯了 又是可以用一些其他技巧去帶出 我不知道那個病症舉例 你可能手震 他有一道要幫人做很多事情 寫信那些 你可以有一道手震 或者一些身體狀況 可能經常都很頸渴 來到暗示 而不是明示 就是心肌很痛 我可能肺癌 那些 然後真的肺癌 我不是喜歡慣性批評 但這部電影可能我自己期望太高 然後更諷刺 就是現在港產片或金像獎發生了什麼事 張大明獲得最佳難配角 但實在如果看完電影 他只有幾幕電影 只有三四個場景 而每個場景都是一閃就即逝 然後實際他真的能交到電影 只是在這一幕就有警察來到 什麼事就大家進去看 他發揮的時間 我想只有30秒 然後也是三句對白左右 那就獲得了最佳難配角 如果是這樣 其他競族的氣氛又如何呢 然後就是 他三句對白獲得最佳難配角 很厲害 吳曼塔也不夠厲害 現在港產片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大家要支持 大家也會知道 一部合拍片獲得了最佳電影 幾乎那一套都不算是港產片 這裏也是我聯想到 在停車場那裏就帶出了 那個警察就說 你坐牢出來 我記得你是規空公款 這樣 然後這裏有一句對白很棒 被人抓 被警察 有機會坐牢 他說 我跟你說幾次 不要這樣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坐牢出來 是比死的 可慘 其實在這裏 一說完這句對白 便可以立刻切入 以前有多麼風光 他沒有做 就是用楊千華去對白說故事 才帶回 然後就是 他說這句對白其實很棒 但無奈 前面 可能這場景是第六段 分成十段 大概已經是第六段 但是拆鞋子那裏是比較早 第二第三段 就已經用對白說 給觀眾知道 他是因為規空公款 坐牢 以前是金融財盡 有一個拆鞋子用對白說出來 其實就很敗筆 萬子糧有一些位是爆發的 發揮得很好 很棒 如果整套戲會令你有毛管反應 或者觸碰到你 完全進入你裡面 心靈深處 就由萬子糧那一幕 呈現很棒 這個女的也很好 扮演一個新移民 毛淨媽媽 也是很棒的 做得很好 合照 每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 吐希其實就是要說一件事 要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 例如萬子糧她遇到一些問題 她不是沒錢的 她是有錢的 她是可以說的 她是一個退休消防員 也不是做錯了什麼隔離 她是退休的 在咬著長糧的 生活無憂 但她也每晚要在麥當勞逗留 然後這些 雙情媽媽 然後郭富城 也因為 面對不到過去的自己 終日就煙不離手 也搞到最終 什麼 然後張達明也是 她是比較悲情 她不是面對自己 她是沒有辦法 戰勝自己 主要裡面有一個核心 就是面對不到過去的自己 然後她們在很多不同的直播Q&A 都是說 要改變 首先要離開麥當勞 最後也是 楊千華也是 面對不到過去的自己 但是最後也終於 鼓起勇氣去面對 她離開適日的 無論是適日的工作 適日的環境 適日的朋友圈 全部都果斷離開 她是歌女 她還放棄了 以前華麗的衣服 登台走場的衣服 都放棄了 然後有很多 悲劇收場 張達明最後 反而更好 反而 活得更好 原來 每個人 其實麥當勞 都不是 最適合她們的地方 譬如 萬子良 她應該是要回家 然後 歌女 就是要 離開以前那裡 那麼 郭富城就是要面對 現在 你就是一個 坐牢後出來的 昔日的金融財盡 你就是要面對 但她也是不肯面對 然後 唯一 就肯面對的 就是顧定軒 然後她就去了 做 小孩 然後就肯學肯做 這就叫做 最好的一個結果 然後 這兩母女 大家又去看一看 就是 貧窮線 那個階層的人 各自會有一些思維 是令到她們無法解除到那個束縛 即是 破開這個思維 譬如這個媽媽就是 她裡面的戲中就是 我心想一下 你這樣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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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郭富城也是 你看完這套戲 你不會說 譬如杜奇峰 那些大隻佬 甚至 1998年我看完這套暗戰 是很 很啟發的 整個人有一種 好像重新的感覺 這套戲 你看完 起碼我自己就沒有感覺 走出去 我就看完一套 九十分鐘的港產片 就像在YouTube看完一套電影 這樣完 沒有任何的反思 或者感覺 少許可惜 始終是新導演 希望她們繼續加油 這套戲 鼓勵大家去看 港產片支持一下 至於我不是一個 慣性批評的人 但這套戲實在 可能我真的期望太高 而實際上 很多位是 不可以的 不過 港產片 大家去支持一下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